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 今天特別邀請到了大家非常喜歡的 潔飛小芳來到了現場 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基隆 哈囉小芳你好 嗨大排各位聽論朋友們大家好 妳最近也是趴趴走走的不得了對吧 也是因為之前啦 雖然把一些工作趕快 趕快還債是吧 不過最近基隆很紅對吧 對因為大家有聽過一部劇 那這部劇真的很好看 妳看完了是不是 我看一半 因為真的太多朋友跟我說很好看 我才趕快抽時間去看 而且我覺得演員好厲害 他都可以說那個原名語對不對 對對對 新加坡的演員怎麼會這麼會講 所以真的很下功夫 對我覺得演員 其實人家得獎賺錢真的都不是白賺 所以大家一定知道這部劇是什麼 可是這部劇一開始要推出之前 我已經受邀去就是把整個他拍攝的場景 走了一趟 我個人覺得他把我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可能幾年前因為一些其他的因素 就已經去了基隆好幾次了 但是我這次會因為這部劇 就是八尺門這部劇 再去回味一下 我發現基隆真的好多是more than you know的部分 是嗎又有很多新的部分 大家可能覺得我也不知道大家覺得秀遠姐 你一定會覺得說基隆既定的印象就是漁港 對漁港軍港然後還有其實軍港也是 對然後基隆的小吃夜市什麼 然後現在多少大型的郵輪都已經在基隆港 是不是最近好像又有了 非常多這樣子一個情況之下其實基隆並不是只有 大家好像記住他很純樸古樸的這個世容 他事實上有很多巷弄之階的故事 是值得我們去看看的 那這個部分最主要我今天想分享給大家的 除了八尺門的辯護人的場景 從基隆火車站開始就可以看之外 全部都在基隆拍的 幾乎啦因為跟八尺門有關係 所以當然等一下會告訴大家到底八尺門在哪裡 對那最主要我自己在基隆 雖然我不是基隆人 我也不能說我是生根者 可是我也很重視所謂創生的部分 所以他有四大創生經濟 我今天想分享給大家 來聽一聽 其實大家對於這個八尺門的辯護人 可能是在節目上 所以對於基隆又有一個新的認識 那大家其實真的平常去基隆的時候 可能就是探訪一下他的漁港 可能就是走走海洋廣場 然後其實去吃吃小吃等等 但是現在小方說他們其實在基隆的時候 現在會有很多的外島對不對 是應該是說他本來就是 但是我覺得在外島部分 大家可能也都覺得不陌生 可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就根據場景的這個部分 來去做延伸好了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開車去基隆 那我是坐去監測就到了 那從火車站你真的往右的天橋 就可以看到場景了 這個場景真的很好拍 喜歡網拍也不是網拍 就是美拍的那些 打卡點 我覺得要去 這個只是一個陸橋 一個陸橋這麼好拍 因為基隆很會下雨 他很多陸橋是有蓋子的 就是有上面有頂的 這個陸橋是L型的 很少人陸橋會是L型 所以他就是跨在我們講的中山一路 跟校四路這個L型的 他其實很滄桑的一個陸橋 因為有一個很大的 有故事 可是之前大家就覺得 市政府可能會覺得說要不要猜戒拿幹嘛之類的 但是當地人極力爭取 去保留我們基隆人的記憶把他留下來 所以現在還是有人在上面行走 那之所以這麼紅 也不單單只是八層門辯護人在這邊拍 早早之前舒淇就在這邊拍攝過了 拍什麼片子啊 他其實拍那個片子我有點忘記 可是我最主要知道的場景就是 你在這個陸橋 因為是L型 你可以拍出整個淳樸滄桑的感覺 很漂亮 很漂亮是因為他就是有延伸性延伸性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因為講真的大家可能想像不出來 大家可以去拍開看 因為金融火車站出來右轉 就看到右邊就是了 你要過馬路就非得上陸橋了 對因為以前他是連通的嘛 那所以呢你就可以去到這個中山陸橋上面看一看 拍攝的這個角度有什麼特別嗎 然後怎麼可以看出來是L型 我除了自己人在這邊拍 我也在對面就是橋下旁邊有一個 因為你知道現在很多基隆的古宅 都慢慢的改變為所謂文青咖啡 這個文青咖啡店每一個老闆都有他的故事 也有他的擅長或可能開班授課一些 像我今天進去的這一家在二樓 從這個所謂的民宅 然後上二樓之後 他就是一整片的花藝工坊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嚇到 因為他的老婆就是非常 焦叉花嗎 對就是一些乾燥花 他就會焦 那當然他也是一個很特色的咖啡店 我就在那個二樓他的窗台 整個看到L型的路橋就可以拍了 所以其實是往下稍微看一點 都可以 因為他其實在我們跑到二樓 是整個就是平行的 我覺得那個視野很漂亮 真的很難知道 我如果沒有這樣 就感覺上是很有台灣古早的那種風情 讓大家有一點懷舊感 現在都太modern city了 要不然的話 其實你知道懷舊跟老舊是不一樣的感覺 老舊就是那種各種鐵皮屋 然後就是那種牆壁很髒 但懷舊不是 懷舊是有味道的 就是你有記憶的 其實如果大家對基隆的歷史有稍稍知道 最早的西班牙人 荷蘭人 鄭成功改掉 然後到最後漢人 然後到最後很多很多的歷史 然後全台灣第一個鐵路是在基隆 所以他有很多一個文化歷史 是你根本要去竄出來的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自己的文化走讀 可以變成旅讀 就是旅遊去看這些東西 所以這次特別就是找了四大創生基地 那大家覺得說好像很陌生很嚴肅 事實上都生活在我們的生活 而且創生其實有的時候就是跟你講說 我們重新再來審視一下他的這個文化 但是把年輕人找回來 然後大家對這個地方有共同的情感 然後讓他變得更好 對 因為剛剛秀妍姐講的非常好 我們不是所謂的古老的建築 是有文化 那這個部分最重要的 其實我有八個字去形容這件事 就是你必須延續這些傳承然後迎接未來 這個中間只要斷了 後代的子孫就不會知道了 所以我們也很謝謝他們就是做了這些努力 當然是跟市政府有關係 還有文化部的 大家的力量 文化局的一些力量 所以在這個四大創生基地 其中有很多 就是跟八尺門的辯護人的場景是有關係的 而且他是一區的 所以即便我不開車 我直接從基隆火車站出來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我都可以把現在講的景點給串出來 這是我最大的目的 因為我比較強調低碳旅遊 利用大眾交通工具去完成基隆 而且現在停車好難停 盡量少了 其實現在交通也真的是非常的便捷 所以我們剛剛從基隆火車站的 我們剛剛講很好拍的路橋之後 你就進去 其實這邊有個地方也有個文化 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 就是委託行進去 其實委託行 我們這一代可能要聽爸爸媽媽講 我這一代知道 就是各國進來的那種 就是博來品 然後自己開一個小店 等於是以前不是自己出去帶貨 但是可能就是在港口啊什麼 有些船員帶進來的啊 然後你就會有個 因為貨量也都不多 所以就還蠻特別的 那事實上基隆的委託行文化是非常久的 有一條街嘛 對有一條一整區 那這一整區當然是發展的時候 就是二次世界大展結束之後 然後還有一個韓戰 美國大兵或他們常去日本常去哪裡 他把這些東西帶到基隆 然後就會去賣 但是後來變成有人Oder 他再去再把東西帶回來 就可以帶貨了 所以有很多這個地方就會有 對方寄賣些什麼 或者是這邊的百姓要求要買些什麼 最早的名牌一條街 沒錯 就是這樣 那這個一直繃行到1980年 那時候開放出國的時候啊 那當然會比較沒落 可是這一區裡面 現在除了柏萊萍這件事情 並沒有 因為大家都出國買了嘛 但是他有些文化是在這一區看得到 他也一個發起人 所以大家如果要對基隆的柏萊萍 這個地方就是委託行這個區 就到一個地方叫做故事館 就在裡面 就在這個區裡面 然後呢 故事館需要預約嗎 其實不用 如果導覽的話 導覽要 那假如說這個故事館就是離車站很近 我走路不行五分鐘就到了 那你進去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以漫畫去把這個之前的歷史勾勒出來 但事實上他有幾個文化走讀的路線 大家可以去預約看看 你就會對整個文化更清楚 我覺得如果現在有人願意幫你講 然後也有人帶路的話 比你自己去瞎闖 而且你走半天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地方 是 而且都是年輕人 這個我覺得蠻鼓勵的 而且也要給他們一些 就是他們自己有的成就感 跟他們願意在這裡繼續努力的方向 因為你不回來老人家怎麼辦呢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一個 一個整個報復 我覺得大家要去支持 所以整個委託行街區 他就是121路開始的一個實質商圈 那現在這些店都還在開嗎 以前300多家 現在大概只有二三十家 但有還就好了 是 可是因為市政部 他們會舉辦一些 像城市行銷組織觀光的一個部分 他會把這邊舉辦一些藝文展 或是晚上會有一些live band 他會舉辦活動在這裡 那很好欸 對 所以我覺得 你就跟當地人生活在一起的概念 可是最主要在這裡 我覺得有幾個個人取向的咖啡廳要分享給大家 太好了 大家到哪都要喝咖啡 而且他們無論是現代的所謂文青感 或者是真的是這些老房子 我們所謂的老房子大概都是70年代那種日式的洋樓 他們每個老闆兩層的都不一樣 有的喜歡巴洛克斯那種新古典主義的那種門 有的喜歡花磚 花磚 我也喜歡花磚 太多了 而且我喜歡以前的磨石子 覺得那個好爽 現在大家都不做這個了 他們有保留部分是因為他們已經可能修復完 再加上新的一個建設 像我講的這家叫橡果 那這家橡果其實他就用橡果就是橡樹的那個果實 橡果 OK 對大家都知道這些可能比較是屬於藏屋的就是比較長的 所以他在一入進口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個很大的那種 loveless的概念 就是有書櫃的概念 所以我個人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閱讀場域 他的閱讀場域包括你想拍什麼就拍什麼 所以我看到那時候去的時候看很多年輕人在那邊 他有個大型的桌子 要開會就在那邊開會 你想喝杯好喝的咖啡也可以在那裡 就是感覺像有一點那個sharing空間的那種感覺 大家分享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好我們先來聽聽盧廣仲的港邊男兒 接下來我們繼續請小芳分享 馬上回來 中和流星王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 傑斐亞娃小芳帶來的你不知道的基隆 就是現在又翻了一個身對不對 那基隆其實不是這麼大 大概只有應該132多平方公里 那溫尼斯我覺得有很多的地方 你是可以換一種心態換一種想法去玩的 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例如我們剛剛講的八尺門那個拍攝場景 八尺門到底在哪裡 鄭冰漁港 八尺門到底叫為什麼叫八尺門 八尺門先跟大家講一個大家都熟悉的地方 就是美拍 往美超2018年就夯到現在 就是這個鄭冰漁港 有小威尼斯之稱 那在這個鄭冰漁港大家都知道 他以前在1934年就有的一個地方 但是鄭冰漁港他有個很重要的 就叫和平橋 和平橋是串聯他只有70幾公尺 和平橋串誰 串和平島跟台灣 和平島我去玩了一下 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很棒對不對 我上次有看到照片 超美的 真的超美 因為我覺得這個都關係到我們回遊青年 他們怎麼去再做這些設計 非常的棒 所以你要到和平島一定要經過這個和平橋 所以以前是台灣第一座 和平橋短短的 只有70幾公尺 那八尺門在哪裡呢 以前和平島跟基隆在沒有串 應該是台灣啦 沒有串聯之前 那個出海口 就是這個八尺門 所以現在會如果真正要來講 這個區域性就是在和平橋 跟前面有個黃色的拱形的 這個叫射寮橋 因為以前和平島叫射寮島 就這個地方就叫八尺門水道 所以一個區域 我還以為真的有個門 沒有 不是 它就是一個水道 可是在這個區域有太多 我們值得我們去看的地方 剛剛講了正冰漁港 彩色小屋 和平島你看 那個橋大家都會忽略 可是它是台灣第一個跨海大橋 可是它有了這個橋 它就算離島了 你知道嗎 它就是離開了 人家是隔著海的 距離台灣最近的一個島嶼 就是和平島 隔了70公尺 沒錯 它就是台灣最早的一個跨海大橋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小島上面 其實真的各式各樣的玩法 就是讓大家其實瞭解到 基隆其實它也有一種 像這個就是什麼 澳洲的海邊啊 或是這種對不對 因為我們真的有海洋文化 它一定有的啊 那這個水道其實八層門的水道它不長 它只有74公尺 那你現在要去看什麼 你從這個水道 因為拍攝的場景 男主角他就是住在這個海濱 就是海濱的社區 不是這個 那這個地方就以前原住民的地方 我會看他們坐在那聊天啊 吃飯啊 其實現在還在 落科 現在還是一個社區來著 那你到這邊你可以看到什麼 一般來講大家都知道阿根納造船場遺址 可是你是去看遺址的部分 我要帶大家去看它正面 是像那種戰艦的那個船手 很漂亮 大家很少會去那邊拍 不知道啊沒有人帶啊 我真的就是建議大家 三道這樣建首的一個造型 比你看到那個遺址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那要往前走是不是 應該就是你從和平島往前走走到射寮橋 應該是和平橋跟射寮橋這一段 就是八尺門水道這一塊 這很好走的 然後呢就往那邊對面拍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場景 因為現在趕快去拍 為什麼你知道嗎 要拆了嗎 將來有可能成為遊艇俱樂部 它會是不一樣的感覺 是啞過來了嗎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只有聽說 那就看政府跟我們民間企業的一些文化 是不是可以在這邊去做一個結合 所以八尺門與港也是在這邊 所以大概大家其實不會不知道 他們在哪裡 只是不曉得這個區域 對不曉得怎麼走 然後不曉得整塊區域叫八尺門 那你如果要俯瞰這個 教大家一個地方 也是八尺門這個部劇拍攝場景非常多地方 我們有個阿根納原住民會館 有個很好吃的餐廳在樓上 他們是哪一族啊 阿美族多 因為當初要造船的多嘛 1967才會 阿根納進入就是1967的時候 可是這個碼頭以前是運這個礦砂的 又要採礦 所以很多原住民說阿美族居多 那你這邊往上在這個原住民會館樓上 有一吊橋 還可以俯瞰我剛剛所說的 和平橋跟八尺的社寮橋 所以你看得到這個八尺門的水道 你就看得清清楚楚 那往右邊看就是海科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打卡一下 女婆也來了 這個景很多人不知道 那這邊發現了跟大家說一聲 那你在你的臉書上都有貼嗎 寫完了 寫完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他的角度在哪塊的 每次要來秀恩姐的節目前 先趕快把 壓力很大對不對 免得大家都上去著迷了 對啊就先都完成了 所以我覺得阿根納造船廠的遺址 是一個廢墟不要進入 可是你要從這個正看它的正面 我真的覺得好澎湃 真的很不一樣 很壯觀的吧 到這邊看一下拍一下照 那當然鎮冰魚港 有些不一樣的地方也想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除了你拍這些彩色小屋 那我們剛剛也說它是四大創生基地 所以有些什麼呢 在這個彩色小屋對面 我去訪了一家很有趣的老闆 他以前是金融業的 他把一整棟樓改成四個場域 他每一城都有每一個天下 他叫公寓 算是公寓對不對 對也是老宅 就是老宅怎麼讓他變成文青老宅有故事的 他的共是共享的意思 share的意思 但是每個慾 每一層的慾都不一樣 第一層的慾叫慾見 因為他第一層有門市店 他是做精釀啤酒的 所以呢我遇見你 所以呢第一層叫共寓 遇見的慾 到了第二層那又不一樣了 那第二層的慾他就會覺得說 因為他做精釀啤酒 所以是有照慾的慾 第三層他覺得最療癒 人世間最療癒的事情就是吃 所以第三層是有小餐廳 對第四層他是用慾望或者是洗澡那個慾 為什麼因為有個啤酒Spa在第四層 啤酒Spa真的能Spa嗎 你就是預約因為他只有一間 那他左邊會有一些空間讓你知道人的慾望是什麼 可是在另外一邊就會有啤酒Spa 啤酒Spa怎麼Spa就泡在啤酒裡啊 沒錯就是這樣 那當然要預約啊因為只有一間 那我個人覺得他把這個巴會的淋漓盡致 結合了地方結合他的想像 而且人家好有創意喔對不對 就是讓這些這種肆慾 讓大家其實可以感到遇見你其實就很療癒 對所以我覺得很多文青就是有一些想法 他把它執行出來 年輕人其實是無緣佛界的那個才氣 但是我真的覺得會吸引我的 就是他有把當地的一個傳統 當地的文化結合在他的 而且人家沒有破壞只有建設 是 對吧 對那我真的希望他可以長長久久 讓大家都知道 那最主要的話大家來到鎮兵魚港 不是只有拍彩色小屋 來到阿根納趙船長遺址 不是只有拍廢墟 剛剛講的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那四大創生是不是都需要預約呢 沒有沒有因為鎮兵魚港 它也是屬於創生基地 這個基地它範圍很廣 包括今天的鎮兵魚會啊還是其他的 那預約的話就像我剛剛講 你如果要做啤酒Spa那當然要去預約 其他部分大家可以去拍照之餘去走走看 我的意思是說有沒有導覽 導覽的部分其實沒有 和平島就會有 可是像我們的話走太多次都可以自己 那我覺得接下來就要跟大家介紹這個和平島 可能大家也不陌生 因為你一定要經過這個 所謂75公尺長的這個和平橋之後到了和平島 那和平島玩什麼 其實和平島整個的一個歷史來講 非常非常的豐富 先來講故事 對這個故事就是你知道和平島是最早西方人抵達的地方 下船的地方 對對 這下船的地方 所以你在和平島可以看多很多很多大自然的恩寵 然後有一些是被列為新恩恩奇景之一的 而且它的礁石都好美啊 對那一陣片 對對對那大家也不用覺得說 因為大家知道嗎 三分形體 七分上下 可是因為它會有一些對照圖 所以不用太辛苦 對照圖 而且路線也不難走 我們待會休息一下繼續來聊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中國流星王起立世界 歡迎劫非亞娃小芳帶我們去基隆看一看 你不知道的基隆 其實現在最紅的八尺門辯護人就在這裡拍的 而且很多就是人家韓國人都會追那個偶像劇的場景 就一定要打卡 所以現在我們終於也有屬於自己的這種夯地了 對不對可以看一看 那你剛剛講說這個和平島 我覺得其實和平島是什麼年紀都適合 一家大小對不對 而且喜歡玩水的 我記得上次我還去鋪了一個沙灘 然後還吃野餐 對不對 然後小朋友我還可以在那個池子裡面玩 然後小朋友我還可以在那個池子裡面玩 那個時候還是疫情期間還掛口罩 還有一個架子專門給你 就是你口罩你要吃飯的時候先掛 然後你要下水的時候先掛那 然後起來就把它帶起來這樣 那現在真的更熱鬧了 也更青春洋溢了 我們先講講和平島 它之前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在2500多萬年前 它周圍就是一片的海洋 那最主要它的地形是因為長期的一個風化侵蝕 還有海洋的衝擊 才會造成現在我們講的有什麼呢 菌狀石豆腐鹽還有海石洞跟海石平台 這四個大家都不用擔心 因為你只要登上它的步道 你就可以一覽無遺 那剛好特別講過其實基隆是有歷史的 所以荷蘭 那我們先講西班牙 因為它的路線要怎麼走 從第一開始的旅遊服務中心開始 那終點也可以在大 起氣點都可以是從這個旅遊服務中心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旅遊服務中心 它就是綁造西班牙的這個城堡 然後命名的叫薩爾瓦多城堡 你就從這邊開始可以當起點 那它廣場上面有很多裝置藝術 是跟這個想法有關 大家可以去找一些資料 那你繼續走 它的右手邊有阿拉寶灣 太有名了 我到現在還很生氣 還沒有預約到阿拉寶灣 是因為時間鬥不上 因為每年的五月到九月才會開放 這個一定要預約對不對 真的要預約 你一定要去看 因為它被票選為全球21個最美的日出景點 那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意思 所以它有限制人數對不對 會限制人數 所以大家真的我覺得 和平島你去登島之後 不如下一次真的一定要預約到阿拉寶灣 才叫真正到了和平島 那剛剛薩爾瓦也有講說 你去那邊有做什麼 例如兩個水池 然後有沙灘 然後那邊現在有那個露營車 沒錯沒錯 狂昏瘦我好美 看夕陽的時候特別舒服 是這個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環山步道 你走過去你就可以看到離你最近的基隆雨只有三公里 基隆雨其實是可以登島的 它每年四月到十月才開放 每天只有限制一千兩百個人 那當然我們到和平島是沒有辦法過去 可是你可以另外再安排這樣的行程 從和平島登到基隆雨 那我覺得基隆雨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在這邊你一定要看一個就是右手邊有一個番枝洞 是1664年荷蘭人留下來的 你想想看1664到現在多久了 其實事實上他們已經有考古遺址就在和平島的門口 發現三千多年前就有歐洲人在這裡了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honor的一個文化 我們很有驕傲 真的很驕傲 那你從環山步道就可以到等雨亭 我就講了就是可以看對面的基隆雨很近 超近的天晶航就直接可以看到 天晶航也是可以看到比較模糊 右手邊的番枝洞 在左邊你就可以看到依序看到我剛剛講的 什麼海兔岩還有萬人什麼的 這些都有照片去對照 所以你就這樣子看圖說故事的概念 所以很容易去找 那往下走就是剛剛秀玉姐所說的那個 有兩個池一個是海水引進的清水池 就是小朋友大朋友可以玩的 那邊有一區是露營車 那你也是一定嘛 因為他們真的很難訂 而且他們好像有一個小步道 可以往上面看還有一個像日本時期的 還是什麼時期的一個小亭子 對對對 有一個亭子然後有一個碉堡 其實和平島它本來就是一個位居非常重要的位置 軍事要對 所以它可以往俯看遠方來的敵船 對對對 完全是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也有一個碉堡 把它改成咖啡廳往上再走一點 就是環山步道旁邊再往上走 然後它就那種迷彩還有那個軍拳的那個 很可愛 但它爬到最上面就可以看到整個的海景 對很漂亮 那我個人覺得除此之外走到這邊 你再玩 因為他們在夏季夏天的時候都會舉辦 晚上會有舉辦一些電影趴什麼活動 越來越年輕人了 真的不是只有 越來越年輕人了 就是不是只有日程喔 就是連晚上都非常美麗 而且我覺得他們其實有一些什麼冰淇淋 冰品啊 甜點店啊 石花洞嗎 那個叫石花洞 對 還有飛玉卵香腸啊 對喔 而且我覺得它的 就是它的藝品店賣的那些小植栽 植物 我也買了好多盆回家 我真看的不一樣 是不是 那我就先看石花洞 其實還有他們有一些 就是剛剛講的門口 還有有時候還要排隊 要要要 很旺 飛玉卵香腸我就要排一陣子 飛玉卵香腸不好買 經常就缺貨了 所以我覺得到基隆尼伴手裡 是可以買飛玉卵香腸的 而且它吃起來有一個 磕磕磕磕磕那種脆脆的感覺 很好吃喔 精釀啤酒也是 因為地方性的精釀啤酒 他們也是有的 所以和平道我個人覺得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包括它的有一些文化歷史 還有漁業 捕魚有關的 其實這邊你都看得到 而且我覺得這些年輕人 他們真的 時刻都有附種教育意義有沒有 他一直在 對 他在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所以他導來你的時候 或者是你在參加的時候 甚至於什麼連食物 都有一些特別的來源 然後他做的那些什麼手工藝 有很多是用貝殼 有很多是什麼對不對 也就是地方文化 那其實除此之外 和平島他也做了很多 海洋保育的一個推廣 我覺得這個認知非常重要 所以去到那邊 你想沒拍你就拍 你想好好吃的 少吃也沒問題 你想走一下步道也OK 你再深入一點 下次照阿拉馬灣或是基隆島 就是那個小島 通通都OK 因為那邊都可以做一個安排 你只要上這個官網 他都會有一些配套的行程 不過要早點預約就是了 是的 真的要早點預約 因為滿搶手的 越來越紅 自從這個劇播了以後又更紅 真的 而且會想再去 像我們已經去過了 就覺得我想再去看看 跟這部劇有關係的連結 而且現在年輕人進來以後 你就會覺得其實一段時間 他就有一個不同的成長 然後不同的變化 有很多的原來就是可能老房子 你會覺得他有一點可惜的破舊 但是經過他們的創生之後 你就會覺得好有味道 就是那種你會覺得他又不突兀 但他又有特別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要自己走在這個漫步自身其中 去找出這些特點 覺得有點難 就像我最近才看到住在那個夜市 基隆夜市大家都會去 因為基隆夜市很好吃的東西 頂編錯 都好多從電機工開始 你要怎麼走都可以 但是我發現有幾個老宅 就是文青老宅 他住這些想法的時候很不一樣 他跟我講特色 我說哇塞你真的好美 不然我就這樣pass經過了 這個地方就叫做安樓 安樓安全的安樓 安樓他就是剛才我講以花磚為主 那他本來老闆就會有些故事 你可以在那邊享受一杯咖啡 那旁邊當然他自己有經營所謂的特色民宿 大家不要以為基隆只有一家星級飯店 其實他有很多特色主題的民宿或者清旅 我現在覺得民宿有的時候不見得比五星飯店便宜 而且真的就很費心思的去打造各種不同風景 能夠跟著政府一起成長的這些清旅或者是民宿 一定是合法的 好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中華流星王起立世界歡迎再度回到劫非亞娃小方 帶你去看看你不知道現在的基隆真的變化萬千 而且生氣勃勃 是是是 那我們剛剛講了很多部分都還是只是在火車站附近 然後你搭 對我還沒走遠 對你搭巴士其實只有幾站就到 然後正兵八成門和平島 但事實上還有一區就是 這邊也都可以用悠遊卡吧 其實有套票 有套票 就是公車的概念 所以這個公車巴士 台灣好像是巴士他們有套票 套票就會結合地方性的東西 那個超優惠的 所以他們不斷推出 在哪買呢 很多地方都可以嘛 車站就有 也不是他們有一些 因為他有跟地方性的套票 就商店有結合 所以有個旅客服務中心是可以購得的 那也可以跟網路Google 就告訴你可以哪裡買 如果說從遠一點地方來的話 建議你住個兩三天 其實是可以慢慢玩的 那當然除此之外 其實他還有很多的部份 那我覺得這個部份就是讓大家知道 七龍看起來就是一個很古樸的老地方 但是地方老的好 是因為有特色 有溫發 主要是有故事 有故事的這個地方就精彩 是那你到基隆你就會看到有大大字 K E E L U N G 基隆 Keylon Keylon為了是什麼 就是提升國際化 因為基隆 以前是不是就是基的籠子 是吧 基隆啊 就是因為他很多平埔族嘛 他們的原住民的話 基隆啊 可是事實上 基隆啊後面改成基隆 當然是有緣故的了 那最主要大家想想看 打上K E E L U N G在那個山頭上 好大的字喔 就是國際化 因為有大型郵輪都停住在這邊了 而且人家是國際港欸 所以人家那個坐在船上都想拍照啊 你看今年有多少人因為搭郵輪去基隆 但是我們多希望是你搭郵輪去了基隆 還可以再多深入一點知道基隆 這件事是我們很想跟大家去說的 現在有很多國際的旅客 其實到了基隆港下來以後 直奔台北啊 直奔什麼地方也蠻可惜的 事實上基隆有很多地方 指著大家就是慢慢走 慢活慢食慢游的概念 那所以也不用跑遠 那K E E L U N G這個山頭 很建議大家 因為它也是我們在四大創生基地 其中之一個就是太平清鳥 這個以前是一個學校 太平國校 那後來呢 當然也就沒有學生了嘛 但是它也沒有廢校 它把它整個改成非常大的一個 書店的概念 那設計師他用open這個概念去設計它 所以你從白色的外觀 其實已經很好拍了 但你走進去每一層樓 它就貫穿的 那最頂樓有個景觀 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講基隆整個海洋廣場那一區 你都看得到 可是我比較推薦大家來到這個大標園 像去什麼書局那個想法 那因為它也有賣很多書 跟基隆有關的書特別的多 那你可以有的是可以翻閱的 尤其我會先發八尺門的一個 名攝影師拍的攝影專輯 它是可以翻的 就原來以前八尺門就 我雖然不一定買 但是我至少因為這本 而且那個裡面有很多的那個角度 超多 而且是古時候的照片 古時候就早期的照片 你就再去想到八尺門這一部劇的時候 我竄起來了 我其實很開心 我竄起來 那裡面當然還有多一些文青的東西 例如茶啊 還有一些你可以做什麼DIY啦 這些他們都會陸續舉辦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也蠻適合大家 稍微往山上跑一下下 其實你要從海洋廣場走個十幾分鐘 往上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覺得 而且這個地方就感覺上 其實原來是校區嘛 所以它其實也蠻大的 就你可以逛的時間 你可能要留個兩三個鐘頭 沒錯沒錯 因為好拍要真的是去驗一下 那在這個太平清廟 我最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很多的文化靠我們講 其實還不如你自己親自去體驗 你親自去體驗 如果加上可以閱讀的場域 讓你把它整個再灌起來完美 對 現在有一些朋友 其實你可能自己覺得 平常我們自己就是基隆就隔壁嘛 所以就不會想說我要特別去 但如果你現在其實真的 你把一個三天的小假期 現在我們不是有中秋連假 什麼那種假期 你就把它放到這種地方 到別人的城市去走一走 你就會發現其實不出國 也有好多很可看的 而且現在這些平台的功能都好強大 它馬上告訴你說你去年在這裡 你前年在這裡 所以到處你都有回憶 對不對 不要告訴人家我沒有去過基隆 現在我對基隆的認識其實也不深 我都覺得就是在隔壁 為什麼就沒有那麼深刻的印象 留點時間給他們 我覺得你一定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這邊其實也有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像基隆夜市 你別貨啊 放好多伴手禮啊 對 就是一定要吃的小吃也很多 就是注意減肥這件事 今天非常謝謝小方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基隆的這一趟 特別規劃的旅程 我們來聽聽郭富城的 避風港四點生活全主持的 沒事來哈拉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拜拜